夜色渐深,北风呼啸,店外的行人裹紧衣服,行色匆匆。 烧烤店内,肉正香,情已深。 此时,怎么能少得了一碗嘎面片呢? 嘎面片是西宁人面食中最普遍而又很独特的家常饭。 这种面片不用擀面杖擀,直接用手揪。 在西宁,没有人不爱这一碗面片。 面片本身无味儿,全凭调配得当。 寒冬腊月之时,没有新鲜的食蔬。 西宁人仅凭一颗土豆和少许调料,也能烹制出一碗香味浓郁的汤面片。 草木微醉之时,采摘新鲜的青菜,搭配鸡蛋或肉丝翻炒。 一碗荤素搭配适宜,营养丰富的面片即可上桌。 在西宁,能做嘎面片的店有很多。 能做出绝美嘎面片的店,却鲜有。 小桥大街上的这家面片店,是很多西宁人心中的深夜食堂。 有六个冬家炒面,三个酸菜炒面,多放酸菜,三十一块一个合红炒面,下薄一点。 朦胧夜色中,老板杨少东用自己的看家手艺,慰藉了无数在外漂泊的肠胃。 今年四十岁的杨少东,在年少时来到西宁,从此便在这里扎根。 厨师出身的他,在餐饮行业几经沉浮,因偶然的机会尝到嘎面片后,被这样的美味征服。 最终拿出了全部积蓄,开了一家专门做面片的店。 虽然创业之路几经波折,但杨老板却从未放弃。 凭借着一股子韧劲,他让自己的小吃店完成了从岌岌无名到有口皆非的蜕变。 开店是老板偶然的选择,但做面他却是认真的。 从面粉到配菜,每一个环节杨老板都严格把控。 反复揉捏面团,让面粉中的蛋白质在时间中发挥作用,最终呈现出弹牙筋道的口感。 和好的面需要醒,醒面又叫回面,是制作嘎面片的关键。 面醒好后便可下锅,杨老板的表演即将开始。 西宁方言中,嘎表示小,一个嘎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面片的形状,倒进了嘎面片口感的精髓。 多年的经验让杨老板如有神柱。 左手拿粗面条,用手指捏扁,右手揪断。 面片似雪花般纷纷落入沸水,每个大约手指宽,厚薄均匀。 沸水将面片中小麦的香气完全激发出来。 热气阴晕中,鼻尖全是面香。 五分钟后,面片出锅备用。 店里的招牌是炒面片。 面片美味最主要的来源是五花肉和野葱花。 野葱花又叫山葱花。 一般常见于海拔两千至四千五百米的山坡或草地上。 呛炒后气味清香,是西宁人常见的调味品。 而店里的肉则要选取优质的五花肉。 五花肉,脂肪夹带着肌肉,肥瘦相间。 烹饪后,瘦肉软嫩多汁,肥肉香而不腻。 营养丰富。 肉中含有的必须氨基酸全面,数量多,而且比例恰当。 其中蕴含的蛋白质也与人体接近,易于消化吸收。 是杨老板制作面片的首选。 将选好的五花肉切丁。 五花肉的肉质较硬有嚼劲。 热锅倒油,油热后加入肉丁,各种配菜,野葱花,姜粉,胡椒粉等爆香。 高温将肉与蔬菜内部水分锁住的同时,激发出调料、肉、野葱花的香气。 野葱花去除肉中山味的同时,可以提味增香。 之后,再倒入备用的面片,不断翻炒,各种香气交融,令人垂涎三尺。 面片出锅,精致小巧的面片吃起来筋道。 配着肉类的鲜美,蔬菜的清新和野葱花的香气,不同的口感在舌尖依次迸发。 酒足饭饱后,夜色已深,店主和客人都带着满足的微笑。 月色朦胧,正是酣睡的好时机。 华灯初上,夜色渐浓,聂老哥家的炉火早已被好,跟意气相投的人在一起,悲久人生。 杜鹏依旧守在汤锅边,熬制着自己的秘制高汤。 高益则游走在大街小巷,试图还原更多的老味道。 下午四点,老陈趁着店里没了客人,难得和孩子们一起玩耍。 常年经营饭店,他少有时间陪伴孩子,而此时片刻地玩玩闹闹,便是老陈与孩子们最为欢乐的亲子时光。 市井间的家常味道,是美食的天然搭档。 在混杂的服饰中,美食是温暖时刻的微光。 几道风味家常菜,便是西宁最炙热的凡尘滞味。 了解